难怪杨鼎天的武功那么高 你看郭湘是他的谁 你可能猜不到 根据金庸留在原文的设定来看 杨鼎天身为名教教主 只将乾坤大挪移练到了第四层 他还有另一门绝技换作大九天手 而张无忌取得了全套的九阳神功 还将乾坤大挪移冲到了第七层 随后张无忌又练成了太极拳剑 以及圣火令上的神秘武功 即便作用诸多神功 张无忌仍在闯荡江湖之时 遭遇强敌频频受伤 反观杨鼎天他只将乾坤大挪移练到了第四层 那门大九天手即便再厉害 显然也无法让杨鼎天在对决中所向披靡 说来奇怪 杨鼎天却是以天早期的顶流高手 能和武当派的张三丰在江湖里分庭抗礼 就连少林三度也是杨鼎天的手下败将 那时张无忌为了搭救谢训 前后三次勇闯金刚抚摸圈 得知张无忌是名教教主 三度恨恨的道 自然是得 老纳若飞时的大英雄杨鼎天 何止成为独眼之人 我师兄弟三人 又何必坐着三十余年的枯禅 这几句话说得平平淡淡 但其中所含的沉痛和愿毒 却显然既身却聚 原来三度坐了三十年的枯禅 是为了创出一门阵法对付杨鼎天 此外 就连一向阴狠毒辣的陈坤 也自愧不如杨鼎天的武功 陈坤道 当年杨鼎天武功高出我甚多 别说当年 只怕线下我仍然急不上他当年的功力 杨鼎天身上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为何他凭借第四层的乾坤大摩 以佩克大九天手就能力错群雄 其实 看完了杨鼎天和郭襄的关系 你就知道答案了 众所周知 以天剑和屠龙刀贯穿了整部以天屠龙计 这一对刀剑之中 藏了郭靖黄龙留下来的兵法秘籍 而郭靖黄龙夫妇将以天剑传给了郭襄 将屠龙刀传给了郭破炉 既然以天屠龙计划事关重大 行思甚命 料是如神的黄龙 为何会让郭破炉跟着自己一起战死沙场 有一种可能就是 郭破炉又将屠龙刀传给了儿子 毕竟忽必烈率领兵马围剿襄阳城的时候 郭破炉已是29岁了 按照那时候的习俗来看 郭破炉早就娶妻生子了 郭破炉之子虽然背着屠龙刀逃出了襄阳城 但年幼的他如何躲得了蒙古人的追杀 当今之际又有隐姓埋名 于是郭破炉之子将郭子的右半边和阳子的右半边合而为一 组成了一个新的姓氏羊 郭破炉之子取杨姓大有含义 既纪念了为国捐躯的郭靖 又纪念了击毙大汉蒙哥的杨过 随后为了隐藏身份 也为了驱逐达鲁 郭破炉之子加入了名教 看到这里 相信已经有人猜到郭破炉之子就是杨鼎天了 这样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还有以下几个暗示 一 杨鼎天成了教主之后为何拒绝波斯耸教的命令 非要将蒙古达子赶出中原 二 郭破炉之子带走了托龙刀逃出了襄阳城 而杨鼎天用的也是一把单刀 金庸在原文学道 杨鼎天说着出下外逃 群出一柄单刀 他是决于一往弹中一跳 从此不再起来了 凑巧的是 杨鼎天死在名教密室之后 托龙刀随后就在江湖里斩入头角 引着群雄纷争不止仇杀不断 三 郭向身为郭靖之女 他当年因为追寻杨过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川 这才在襄阳城破之日逃过一劫 成了俄眉派的郭祖师 在郭湘的探访之下 他发现了杨鼎天的真实身份 杨鼎天乃郭破炉之子 见了郭湘是不是要喊他一声姑姑 而郭湘见到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必定会将俄眉九阳宫倾挡相授 也就是说 杨鼎天还有一门内宫 这门内宫虽然只有九阳真经的十之五六 但所以让杨鼎天的乾坤大摩 以俄大九天守的威力翻一番 如此一来 不但能解释杨鼎天的武功为何如此之高 也能解释杨鼎天身为魔教教主 但郭湘和张三丰却没有联手 为教明教